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的 真不能去做这个情况 他满腔热忱推广产业 却遭遇村民坚决抵制 那我们现在所以不敢跟你们合作谁这样 他置风沐浴 砥砺前行 却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你让他去 就是不去 他会哭 深山开枣拓荒路 是把荒芜变桑田 在松河拓荒的道路上 他又遇到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陕西卫视大型爱心众浓类人物访谈节目 脱贫路上 今晚为您讲述松河拓荒路 敬请收看 精准扶贫你我同行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您正在收看的是陕西卫视大型爱心众浓类人物访谈节目脱贫路上 我是主持人何平 首先让我们热烈的掌声 欢迎今天到来的每一位观众朋友 欢迎你们 前两天我们的栏目组接到一个观众的来电 需要我们帮他一个忙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该怎么样去帮助他呢 当我们接完这个电话之后 我们的栏目组也赶到了当地 首先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 雷应东正是请求我们节目组帮助的观众 两个月以前 他种植的木耳已经采摘完了 但是一直无人购买 我们现在木耳这下不好销嘛 我们的这些木耳不好销嘛 买不出去嘛 这都是靠有时候一点一点的加得盖上去 没得盖上去卖 我们这只好是买不出去的原因 就是这个交通不行 外头也没得人哪个在这来买 面对滞销的木耳 老雷唯一能想到的销售渠道 就是送到外面急镇上售卖 通往急镇的路并没有修通 老雷只能攀爬山路才能到达急镇 老板 我这有点木耳 买不买 黑木耳 好钱今儿 六十 今儿三十五一斤我还拿到 还买到 三十五我也不得卖 那三十五我卖到 那划不住 那不够成本的 那卖不出来 那家庭太高了 我拿到卖不出来 那卖不出来 那就算了 那我就算了 那一会儿去卖嘛 你这个儿子买的呢 卖的呢 卖的 卖的 就是 你卖的 我这儿子六十块钱 四十块钱卖不卖 四十块钱那我不得卖 不是 我现在这个成本大楼 你这个四十块钱能卖的 四十块钱那我不得卖 我老板今天我家回习掉的 我买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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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买不住 因为那个成本大了 他能够上四十块钱 那你这个也不够成本嘛 是不是成本老宗啊 这老宗成本呢 我买什么 两个小时过去了 老雷的木儿却始终没有卖出去 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可以看得到 老雷种植的木儿 滞销了卖不出去 对于他来说 这是非常重要 也非常棘手的问题 他今天也来到了我们演播室的现场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 有请老雷 你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你好 好 请坐坐 您好 是您给我们打了这个电话对吗 是 当时怎么想着要通过我们的电视栏目 来帮您这个忙呢 因为我的黑板在屋里卖不出去 我就是在看到一些平台 我在想 我就是给你们 接不住打这个电话 你看看 有这样一个需要我们帮忙的事 那我们肯定的帮忙 但是在刚才整个短片中我们看到 其实市场上的那个木耳价 卖到四十块钱 但是您必须得卖六十块钱 为什么没有还价的余地 因为我这个黑木耳 是一种纯天然的 我那个都是口天下雨 成长的 产量也不很慢高 要挣那些锅棒 要棒刹 挣棒子的虾 这些要花一万多块钱 一万多块钱 这是基本的成本 也就是六十多块钱 刚刚保住本 目前有多少斤的木耳是滞销的 卖不出去 我卖不出去的 那就是有三百多斤嘛 如果这三百多斤的木耳 滞销在你的手里 你的损失大概有多少钱 你三百多斤 我要是 我买个六 买个六十多块钱 一万八千块钱 将近两万块钱 我们现在照片看到的是 您家里养的 种植的这个木耳 对吗 那个是的 这就是 这个是的 既然求助到了我们栏目组 我们栏目组帮您找到了一个人 那么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 好吗 来 掌声有请 好 女人好 好 大家好 来 请就座 听我们栏目组的编导说 你能够帮助老雷解决这个问题是吗 是 可以 怎么帮他解决 这个我本来就是 有一个公司 专门做农副特产 就是具有地方特色的这种产品 那太好了 今天老雷也带来了自己的木耳 你帮人鉴别一下 看一看好吗 没问题 好 来 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带来老雷的这个木耳 好的 我们桌上现在有两种木耳 来 你帮我们来鉴别一下 这个是你的木耳 这个 你看一下 这可能是60块钱是不行的 这60块钱肯定是不行的 肯定是不行的 它在市场的价值大概有多少钱 就是在40块钱左右 40块钱左右 对 来 再看一看这一盘 这个目前的市场价应该就是50到70块钱之间 50到70块钱之间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一盘木耳是纯天然的吗 它就是一种纯天然 近似于野生 老雷 哪一盘是您家产的木耳 哪一盘是您家产的木耳 哪一盘 这一盘是您家产的 也就是你滞销的木耳对吗 哪一盘是的吗 它要卖60块钱 你刚才说了 在市场价应该是在50到70之间 70之间 所以这个价其实卖的并不贵 不贵 那么面对这样的木耳 您作为收购方 您收购吗 收购 其中60块 60块 为啥 其中 为什么呢 这个70块钱的木耳 它在采摘木耳的时候 它可能就是说这个大小 它还是金额 初步一个筛选的 这是一个 第二 它这个木耳我观察了一下 应该是把春季与秋季的 这个野生木耳是混合了 然后回去我再处理 他们家现在有300斤的木耳 知晓 您全部收了是吗 没问题 这是个小数 我老爷听到这个高兴吗 高兴 高兴 你现在应该没有问题了 可以回家了 准备了 接下来之后 来到会 来到会 来到师傅 全部能 师傅能要 你看看 老雷提出质疑了 有点质疑不太相信 怎么办 反正我采购的 与采购方 都是有合同的 有合同是吗 有合同 也就是说在现场 你就跟老雷可以 签订一份合同 对吗 可以 没问题 现场也带来合同吗 来 我们看一看 好 农产品的供销协议 对 好 当然 有一几个重点 是他必须要尊重我这个执行的 老雷看一下 看怎么样 这个协议OK 咱们今天就签了 可以吗 那是不是要签下你的名字 那是 那是要签我的名字 雷应东 来 有请 来 双方应该说签订了合同 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农产品供销协议 乙方 雷应东 甲方 吴凡 那这个协议书我就交给您了 好吗 好 那就赶紧地回家去准备好所有的产品 等待着我们吴总 到您家里去 赶紧去签收 看看到底检验 好吗 好 好吧 好 再次 谢谢 天然木耳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铁 钙 维生素 和多种微量元素 具有补气活血 滋润通便的功效 天然木耳中的胶质 也可以把残留在人体消化系统内的灰尘杂质 媳妇集中起来排除题外 从而起到轻微敌偿的作用 目前市场上 人工木耳冒充天然木耳现象屡见不鲜 如何辨别天然木耳与人工木耳 节目现场 嘉宾将会给观众分享生活小妙招 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朋友也在选择这个木耳的过程中 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 那么借此机会能不能您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到底怎么样选择这个纯天然的好的木耳 通过价格选择相应的好木耳 纯天然的木耳 它的轮廓 这个你看这个是 这个很圆的 像机关花 这个很圆的 但这个它是不规则的 这种是我们通过这样 应该是通过这种带料培育的 它在一个恒温的这一个情况下 长出来的木耳 它大小几乎都差不多 你随便点几个 对 它肯定是一样的 觉得是一个有标准 有标准的 大小都一样 很均匀的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就你们看它这个摘下的这个根 我们的带料木耳 它是把咱们的这个山上的树 粉成锯木耳 在装袋 在蒸 加菌丝上长出来 它抠出来的木耳 一定有加 有这个锯木 这个黄点 那么我们这个木耳 它扣着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树 它比较硬 它扣着就有一点小根 能看到 能看到 就有一点小根 这个是能够看得出来的 没错 好的 大家都知道 怎么选木耳了 对吗 好 请坐 我们再聊一聊 其实刚才看到 三百斤对于你来说 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数目 为什么那么自信呢 这个 我就是我们紫阳县 华西农业有限公司的 理事长 胡凡 主要就是做 这个农特产 具有特色的 一定的这个产品来 一个销售 也就是说 所有有关你们当地的 农特产品 您这里都收购 对 除了木耳之外 还有哪些产品 我们有香菇 也有蜂蜜 有腊肉 茶叶 这是一系列新的 一系列的 一系列新的 然后我们做的是包装铝盒 还做的包装铝盒 节假日 原原不断地往外输送 今天要带来东西来 我们的女包 今天是 无凡是有备而来 带来所有他公司 所产的当地的农特产品 那么一一给大家来分享 和介绍一下 这个敲击妹 也是我的礼包之一 就是我们的礼包 是装了七种东西 主要的是有 我们的本地的腊肉 这个腊肉就是 我们农村这个农户 生态养的 散养的 就是不喂任何此料的 这是我们的香菇 像这种香菇 应该是按照它的采摘周期 采摘周期 应该是在两天以后采摘的 那么我们今天就把它采摘了 它小弄的好吃 所以说我的价格 可能也比它们贵 这就是我们的茶叶 其实全国各地都有茶 对 但是能够含锡的茶 除了湖北的恩施以外 可能就咱们陕西安康 这都是我们当地本土的 非常原生态的 这样一些农妇产品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要是喜欢我们 安康紫阳县的一些农妇产品的话 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 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 当然有不错的这样一个折扣 和这样一个优惠方式对吗 对 好 谢谢 吴凡成立的农产品公司 位于紫阳县换古镇松河村 之所以选择松河村 是因为吴凡还是松河村的村主任 他成立农产品公司的初衷 也是帮助村民销售商货 除了收购农产品之外 吴凡每天还要处理很多村上的事情 今天傍晚 吴凡正在整理贫困户的信息档案 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 让他不得不放下手里的工作 原来好 姐 好 你昨晚说这个 刚打电话说的啥事了 我说这个 你们村上一个火牢叫火虫鱼 八十几了 八十几了血液又高 这几天又不吃饭 现在人在哪 现在人在路上吧 咱们跟我去看看 来 喝了 到了 看上来了 看什么人到 人到啊 嗯 啥名字叫 油饭 是的 是的 这今天咱们说身体不好 又不吃又不吃又不吃饭 先回去 咱们先回去 我回去看看 你想看啥子吗 那些东西 看火有没有 啥东西啊 那些 口气开门的 没啥子 有些啥嘛 有些啥 老何是敬老院的一位 无保老人 今年已经83岁了 每当老何遇到问题 院长都会通知 无凡来解决 我跟你说 好好在这里住的 这个地方房子有干净 有人给你煮饭吃 有人给你洗被子 还有人烧开水给你喝 啥子给你管的 你回去 你房子已经垮了 其他没得啥了 房子垮了 那我还是想回去 你回去没得地方住 有的 你咋去煮呀 有的 你说你在这里好好吃饭 什么病呢 你要专门给你看的钱 都不用你出的 而且老年人基本上煮的饭饭的 太好啊 太好啊 我还是 进去 你我还是回去喝 你还是要回去啊 嗯 你要看一下 嗯 嗯 那你在这个地方 你得听话 每天按时吃饭 嗯 该活有的事都活有 对不对 嗯 以后我再给你男朋友来看你 行不行 爱心 嗯 在吴凡的安抚下 老何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 但是对老何提出的请求 吴凡却无能为力 其实通过刚才这个短片 我们我特别好奇啊 那为什么这个老人 不愿意在养老院待着 反而要出来呢 他还是想念家乡 虽然这个人好 他没有在在在这个农村这样 见面都是熟人 还有家乡里面 自己想睡就睡 想起床就起床 他受不了那个 那个制度 这就是我们养老院的 对对对对 你看这我们养老院 现场 几个算 这很漂亮的 全部都是老人 对 其实按理说 这样的条件应该是很好的 是非常好的 那如果面对这个问题需要你来解决的话 你怎么解决 这个人他没有儿女也没有房屋 啥都没有 他就是想回来 这个我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那对于您现在存在的这个问题呢 我们今天也把你们紫阳县的副县长 请到了我们演播室现场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您好 您好 主持人 好 请就坐 刚才您也听到了 对于吴凡所面对的这个问题 你觉得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这个根据我们目前现行的政策 对吴宝老人的供养 一种方式就是集中供养 在进老院里面生活 对 另一种方式呢 就是分散供养 目前呢 我们线上基本上说 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 对集中供养的这一方面说 我们对于失能和半失能的老人 我们的要求是集中供养 比如说刚才我们图片上看到的这些 对 因为他们大多数的吴宝老人 就没有子女 亲属也很少 很多人认为它是一种负担 这个集中供养呢 有利能够提高他们的保障水平 让他们的晚年生活更幸福 所以呢 我们不主张 这个大批的大量的人员 进行分散供养 大家有这么一部分人 他就是要回来 对 很普遍 针对目前这种情况 我们也可以开展一些 更相应的呢 人文关怀活动 逢年过节 养身体好 条件可以的 吴宝老人呢 可以回乡 回家去转一转 看一看 一解他们的相思之情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我们32个吴宝夫 进了院咱们去了6个 那还有20几个 也不要去养老院的 你让他去 就是不去 他会哭 我真遇到过 那这样的事情怎么办 针对目前 这个农村相当一部分 吴宝老人呢 不愿意到 敬老院去生活 这个我们也采取了 以下几个措施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加大宣传 引导的这个力度 我们通过 内心细致的工作 对 让吴宝老人 这个改变传统的思想 以及传统的生活习惯 让他们到 敬老院去体验 看一看 感受感受 我们现在敬老院生活 是一个什么状态 这是第一个方面 真正带他们去体验 对 让他们真正体验一下 敬老院的生活 对 这是第一种 对 第二呢 我们也是加大了 我们敬老院基础设施 投入力度 加大生活 以及咱们的 配套服务的 一些设施 建设 让敬老院呢 这个设施更加完备 这个生活质量呢 会更高 第三个方面呢 我们也可 我们从呢 就是从管理 这个服务的水平上 进一步提升 我们充足的保证 敬老院的运转经费 配其配足呢 管护人员 让这个吴宝老人 在敬老院里生活的 更舒服 更开心 我不知道 吴凡听完以后 是不是觉得 这样一个办法 可能是最好的 一个解决方法 目前来讲 就是 其实可能在 你在工作的 这个基层工作的 过程之中 遇到这样的难题 也只能通过 村干部这样的方式 慢慢疏导 这个基层的 村干部 领导还是不好当的 我们只要 有一个深度贫困线 他们村是 贫困村 这个村主任 这个压力就很大 任务很重 加着现在 这个待遇 也比较低 所以 相当一部分人 就不愿意当村干部 现在像吴凡这种 年轻人 有知识 有文化 有奉献精神 就担当意识 这种年轻人 特别紧缺 其实对于 吴凡当上 咱们当地 这个村支书 这个过程 也是一波三折 松河村 位于秦巴山脉 副顶 狮子阳县 最为偏远的山村 目前 村上都是一些 年迈的老人 是当地典型的 留守山村 这村人 人才流失的非常多 这村里边 你们来了之后 你也会看见 年轻人很少 为什么呢 他就是 无功 他在这里 还发展不了 挣不了钱 他就出去 无功 所以 在这个村里边 留不住 留不住人 2014年 吴凡 辞掉在成都的工作 返回松河村 发展产业 当时 吴凡是松河村 返乡创业的 第一个年轻人 当时我回来 就是一心想 种香菇 没有其他任何想法 到14年的时候 就没有文书 让我帮忙 到15年的时候 我就是帮忙 帮一年 到第二年 15年选举的时候 他就有文书 接任了 但粘在手上 就放不下去了 因为他没有 没有人可以 做这个事情 2018年 吴凡 坚决辞掉了 村文书的工作 全身性地 投入到产业当中 然而 工作队的干部 却让他参加 村主任竞选 通过我们的 就是 就是 开小说会 就是 零推的时候 发现 一直都还是 比较集中的 都是 基本上都是 特选的 无法 我们去和他谈 有没有这个 竞选的意图 意图 都没有 他都是要 这样 不送口 不担 这个当时 政府 以及我爸 就还是给我 做工作 让我参加 这个竞选 那我的途中就是 不管是文书 还是主任 与村干部 意外的东西 都不做 其实通过 刚才这个短片 我特别好奇 为什么对 村主任 这样一个职务 你会那么地拒绝 这个刚开始的时候 是发过试的 你发过试 我永远不做这个 当时为什么会发这样一试 因为我父亲在我们村 做过29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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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文书的 到了2001年的时候 我突然检 我妈就是 她感觉就是那种 好像 不舒服 检查出来以后 就是一个癌症晚期 但是我爸 一千块钱都没有 这当了几十年的文书 一千块钱都没有 后来直到我妈 在2007年的时候 就去世 那么因此 我说说 我绝不来当这个村干部 因为当时 就是因为我爸当村干部 他已经忽略了 我妈的健康 你没有想到 当了这么多年的 村上的文书 竟然当自己的母亲 病了的时候 连一千块钱都拿不出来 这是个正式的 一千块钱都没有 所以你对村主任 这样一个职务 你会那么地拒绝 跟父亲有关系 听得出来 关系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把吴凡的父亲 请上来好吗 来 掌声有请吴凡的父亲 您好 大叔好 来 请坐坐 大家好 大叔您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父亲 今天吴凡在我们演播室的现场 说出了他当时 为什么拒绝村干部 这样一个职务的时候 有没有跟你谈到 今天他所谈的这些问题 没有 你第一次听到 第一次听到 但今天他在这说这个话的时候 我不知道作为父亲 你内心里在想什么 我当了几十年 曾干部 我的利益以来 我主张是风险 我没计较 国人报酬 我总认为 这个 加入了共产党走职 只有多风险 为大多数人们冒利益 把国人利益释放在边地 其实在听到大叔说到 这一番话的时候 我特别感动 您为国家 或为整个我们的基层的 老百姓做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刚开始 他是非常拒绝 村主任这样一个职务的 您当时是怎么跟他说的 我们家乡在农村上 比较落好 这个一个曾美的好带头人 怕个地方是治不好的 我想他们正 这个学习方刚刚案 年年正在那个时候 正是创业 回来创业了 本身都是要带动 广大农民 贫困 托贫 治福 本小康 在这个前程下 我说你必须站出来 当好这个治福在头人 其实在您的心里 您觉得 只要吴凡来 参与到这个职务的工作中来 它是没有问题的 那个没问题 我特别想问一下吴凡 当你非常拒绝 内心里还有一个坎过不去的时候 为什么后来又参与了 这个村主任的一个竞选 最后 还是我爸 反正已经回来了 咱们村里也确实没有人 家人遇上一个 真的我爸最后跟你讲 这个事情你还得 从长计议 所以我就想 也确实是这么一回事 全称 年轻人 像我就算年轻人了 41岁还算年轻人了 像我这样 可能就我一个 有能力的都跑出去了 那么我回去的是为了创业 就是为了做这个事情 同时呢 我爸之前也有 未完成的一些夙愿 比如说 那个时候他们修这个公路 人工挖的 但是后面也没弄钱 这是至关重要 宋河村一个发展的 这样一个路 我们去把他做 我觉得吴凡是一个挺孝顺的孩子 对吗 孝顺 他们三姊妹都很孝顺 他们从不跟我这个不顺心的话不说 不顺心的事不干 不干 所以当时你说你去竞选这个村主任 他去了 竞选的结果怎么样 当时应该是全身是 527个人吧 我是484票 几乎是全票通过 从现在担任这个村主任以后 应该说跟之前你的态度 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变化大吗 这个非常大 在这之前我是发誓不干 那么几乎现在这种情况 根据我们村上的一个实际情况 也是不得不干 而且还要把它干好 干好 就是 现在应该是越干 越看到了希望 而且在不断地把当地老百姓 带向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在发展 听说现在也看了一个新的产业 种黄花菜 这个考察了很久 难度大 难度大 来我们通过一段短片 来了解一下 最近十几年 松河村一直缺少猪导产业 目前村上劳动力逐渐老化 想要寻找一项 适合松河村发展的产业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吴凡寻遍了闪南的农业项目 他发现黄花菜产业容易操作 经济价值高 非常适合松河村发展 于是 吴凡找到村上的贫困户老张 想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 让他加入进来 哎呀 就给你伤了个词啊 嗯 今天想要织点黄花 种点黄花 想把这一条沟 都是连片的这样把它织的了 不是你正好这几片头 现在就是栽这些东西啊 都是零零三三的 产生不了这个经济效益 我就想让我们来沟通 把这个把你这个流转的合作出来 让我们一起栽点黄花 对于合作种植黄花菜老张并不同意 在两人继续交谈的过程中 老张也讲出了自己的顾虑 有点的市场 你们那个人整那个死 我自己不相信了 咱们不相信了 我们整了啥子 我们搞养殖 叫我们搞养残殖 养殖 把我收收活动设 老本都贴近抢 再不能相信做那个死了 这多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实家的原因 不搞活动设 我现在比我还强些 我经济收缘效率高些 活动设也高 我经济也高 我们现在所有不敢给你们活动设然 几年前 村上组织贫困户养羊 羊却没有卖出去 造成贫困户损失 如今对于种植黄花菜 无凡的农产品公司 还没有打通销售渠道 老张担心黄花菜滞销 最终拒绝了跟无凡合作 通过刚才这短片 我们可以看到 作为老百姓 其实他们要求很简单 我的产品能销售出去 这其实是他们最担心的一个事 在这个策划之前 首先要考虑就杀一个销售问题 但是我与我们这个第一书记 都一直在找 找的结果怎么样 我还没有找到 还没有找到 还没有找到 在这之前呢 我们也请到了你们的第一书记 他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好消息 今天我们掌声有请 好吗 来 掌声有请 你好 主持人好 好 来 请坐 好 做些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是紫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派驻 换古镇宋货村第一书记 谭孝峰 谭书记 你好 听说这两天 你也一直在加班加点地 在寻找这样一个销路 对吗 是的 这个前两天 我们正在想办法 然后找到紫阳县销售了个 农产品的几家店 最后找到了紫阳县三身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找到他们负责人 他们都是打印 帮我们销售了个 松火所产的黄花菜 他们已经答应了是吧 是的 能确定吗 所以我今天在这 就是要告诉你这个好消息 看 吴凡还有点质疑 怎么样打破他的质疑 要不这样吧 然后我们电话连线 紫阳县三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好 咱们现场来 来 你跟我们联系 跟他来确定一下好吗 好的 好的 好 喂 能听到吗 听到 喂 您好 您好 您是我们三生的 农产品公司的对吗 是的 您好 我是陕西卫视脱贫路上的 节目主持人李和平 现在我们正在录制 松和村这样一个节目 我们松和村的第一书记 谭书记也在我们的现场 您好 刚才呢我们的谭书记也说到说 在未来的一年里边 我们松和当地老百姓所种植的 所有的黄花菜都通过 你们这样一个平台在全国进行销售 你们会收购对吗 是的 是的 我们在全国有七个城市都有分销点 所以他们村的这个黄花菜收购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谢谢您 代表当地的老百姓感谢你们 不客气 不客气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好的 其实在听到这样一番话之后 我相信当地的老百姓应该是吃了定心丸了 那肯定 那听到这样一些好的消息以后 吴凡你们会做什么 对 我回家还会扩大更大的规模 因为这个黄花菜种它有几大好处 第一我们为了解决高山移民 我们很多大山的人全部寄中在咱们安置点这里住着 它没有种菜的地方 那么我种这个黄花 通过我的方式把土地扭转过来免费地拿给它们 然后再把这个黄花分给这个住户 你在中间去种菜 然后黄花长出来以后 采摘回来再卖给我也是钱 对 双重价值 一亩地四千块 听得出来 土地的问题解决了 对 未来销路的问题解决了 我们当地老百姓应该是有决心也有信心 赶紧种植好自己的黄花菜 来年等待着丰收 真是这样的 在松河村这片土地上 吴凡用热情凝聚着村民的力量 用行动开拓着致富的道路 吴凡对松河村所做出的努力 当地百姓有口皆碑 他对我们这个农民都非常都关心 你哪个有什么困难 他都去给人家都解决问题 在这个松河村的时候 这个交通也是好的他 他工作能力是很强的 对村民人做事都尽心尽力 我觉得挺好的 如今松河村的贫困户都搬进了安全住房 他们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未来松河村在脱贫攻坚的道路上 还要继续前行 松河村的帮扶单位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和紫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也将为松河村的发展贡献着他们的力量 通过刚才的短片 我们可以看到 当地老百姓对你的评价其实特别高 听得应该心里特别的满足 谢谢 还会努力的 这句话其实说得特别朴实 在未来 整个在你们当地 你希望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让当地的整个经济走得更快一些 这个松河村通过这几年的发展 已经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那么为了让我们这个脚步能够走得更快 那么还是我们就要着手 我们本地的有些有力资源 在这产业方面上面要不下文章 主要是发展产业 还有我们养老这一块 像我们这种山村 你只要把咱们村这个脑保姓搞得住得舒服了 老年人住舒服了 未来有很多老年人 他会在我们那个地方去住 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我相信像吴凡所说的那样 只有关注到老年人的幸福生活 才能过到更好的生活 对 那么接下来 建议现场所有的朋友们 用你们热烈的掌声来 好的 此时此刻 您最想表达的是什么 我作为松河村的一个村主人 我希望我们全城人民 能够团结起来 共同努力请到致富 也希望有更多的人 投身于家乡的建设 共同来开拓我们松河村的 一个美好的这样一个明天 说得太好了 只要我们大家新在一起 劲儿往一气使 我相信松河村的未来 都会变得越来越好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县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感谢县场